可是呢 我觉得这样有点不太人性 为什么 因为这样子来写 一个画面 实际上真的是比较困难 所以我只要建议怎么样 你干脆就用这个图形化工具 这个图形化工具非常好用 就是拖拉过来 直接就可以按右键去做编辑 那它的相关属性呢 其实就是直接在这边 有没有 Property里面就可以设定了 就比较像 有点像设计那个 Dunet里面那个VP 或者是ASP 也是类似 点下去也是可以做相关的属性设定 这个是一个 这个这个画面的布局 那Button的话呢 如果你看到里面的程式码也是一样 有没有 Button开头 然后呢 相关的标签要放上去 不过呢 当然我不建议了 你刚才拖拉过Button 它会自动帮你写程式 不过一般的书籍 你们可以翻一下 通常都是给原始码 这个很奇怪 那我的教法是这样的 原始码暂时可以忘记没关系 可是呢 如果你要很专精 还是要懂的 还是要懂原始码到底写了什么 你可以不一定要自己去操作 但是你要看得懂 为什么你看得懂之后 假如将来有什么样的地方发生问题 你可以看得懂 而且稍微修改 不会有问题 所以这个部分要特别注意 第二个就是说呢 程式部分在哪里撰写 在这边撰写 所以你可以发现呢 打开Source里面 里面会有个什么呢 套件 有没有看到 在我们设计的时候 就会有个套件 那这个套件里面可以放很多的activity 很多的那个Java程式都放在这里 那打开来之后的话呢 程式就撰写 在这个地方撰写 那我也讲过 就是说你可以暂时不知道其他的这个资料夹的用途 但是你至少一定要知道就是说有两个重点 一定要知道你的画面是放在layout里面 然后呢你的程式是放在这里面 大概就这两个 那至于其他的我想暂时如果你不懂没有关系 我们后面再慢慢跟各位解说 因为一下子你可能也记不了那么多 ok那上个礼拜的话呢程式部分呢 我们是把它run了几个部分 就是直接非常的一个简单 当我按一下这个按钮之后的话 这上面的这个testview里面的属性要改里面的文字 就是这样子 那你要做这个动作的话 第一个以后反正基本流程 你就建立一个专案 第二个的话呢画面布局 布局就是像这样嘛 拖拖拉拉然后改一下属性 第三呢就是进入到什么程式里面 那程式里面的话要做哪些事情呢 其实你就把我那个流程大概记一下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写作的一个流程 那里面的话就是有会有三个步骤 我一定都会每一个app我发现呢 基本上都通用 就是说你可以先宣告物件 那这个说所谓宣告物件就是你画面上将来 会因为事件所影响的这几个 这个画面上面的那个元件